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6岁的母亲泰莎全打至昏迷 最后被父母淋冰水弄醒 其后祖母带女童前往警署报案 警方拘捕了杨阁夫妇 警方引述女童坐供时表示 她的双亲曾给她手枪和子弹做玩具 邻居对杨阁夫妇被捕表示惊讶 只凭日一家三口相处和睦 举止得体 看起来相亲相爱 纽约市儿童福利局发表声明表示 正连同警方一同调查案件 这是纽约市三个月之内第三宗严重的虐童事件 纽约市议员蒋特利被患有自闭症的前员工 入禀控告骑士 所长一千万元的赔偿 患有亚士保宗嘉证的原告巴翠克 是蒋特利的前立法级预算总监 他的诉状表示 2014年2月至今年的6月 他任职于蒋特利办公室 期间曾多次被其他的同事出言侮辱 更损毁他办公桌上的公仔熊 但是蒋特利并没有制止 反而加以取笑 甚至是拍手叫好 诉状还表示 蒋特利曾坦言巴翠克的手部金鸾 惹人讨厌 要求他不要 控制情况 巴翠克要求蒋特利和市政府分别赔偿他500万元 蒋特利拒绝回应案件 外界指出 蒋特利明年将寻求连任 相信这宗官司会使他成为一个大污点 市议会发表声明表示 议会绝不会允许任何歧视情况发生 一名男子在史丹顿岛的轮渡上 因为争夺船上的插头充电 而竟然晾出了刀具企图伤人而被警方逮捕 30岁的纳巴斯巴星期一晚上8点半搭乘渡轮前往史丹顿岛 并与另外一名22岁的男子争夺船上的插头来充电 发生了争执 纳斯巴其后从身上取出了一把短刀 冲向对方 但是没有捅到对方 最终被制服和拘捕 空以企图袭击和刑事藏卸罪名 纳斯巴昨天过堂后 法庭准以1000元保释 警方表示 纳斯巴之前已经有15次案底 今年7月 史丹顿轮渡曾因为乘客争搏插头充电 而导致船员被打伤 而一度停止插头的供电 但到今年9月又恢复了插头电力供应 大都会运输局修改员工守则 防止再有地铁隧道员工被列车撞倒 今年11月3号深夜地铁发生致命意外 一名工人在布鲁伦记车隧道当中架设讯号灯的时候被一辆行驶中的列车撞死 事后工会极力争取修改员工的安全守则 并取得了成果 工会会长森姆逊表示 日后隧道管弯 一旦需要工人进入工作的时候 相关铁路必须要停驶 地铁今天晚上还会取消所有非紧急轨道的工程 向所有铁道员讲解最新的安全守则 预防意外再次发生 大都会运输局发表声明表示 会继续保障所有同事的工作安全 纽约州总检察长史树德回应 今年纽约州有大量的选民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了选民资格一事 表示会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 今年4月纽约州选举在举行总统初选 大量的选民被无缘无故的取消资格无法投票 例如布鲁伦便有超过10万名的选民 没能投票 史树德表示当局收到1500从同类的投诉 数字是上届选举的十倍 他们彻查事件之后 在昨天公布调查结果 表示问题与选民系统未能及时更新 员工犯错等有关 当局决定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 建议所有和资格的选民 只要曾经和政府部门接触 便误须登记自动会成为选民 当局都建议选举提早投票 以及在票站及时进行选民登记 并简化和更改党籍的过程 目前大多数改革已经获得纽约州的通过 但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受阻 史树德有信心参议院将会通过其方案 因为很多被取消选民资格的个案 都来自于共和党控制的县市 共和党一众参议员拒绝辉 史树德的奖法 纽约市一名警员与一名露宿者建立了友情 在寒冬送给对方一双袜子 过程被图人拍摄并上载到互联网上 获得网民的疯传 纽约市警察局长奥尼尔对同胞表示引以为傲 纽约市警员法兰克与露宿者布朗已经认识两年 上个星期五 法兰克在一个地铁站见到布朗 便上前了解情况 布朗表示希望收集空罐换钱买一双袜子穿 结果法兰克便买了一双袜子 并且将这双袜子包装好送给布朗 作为圣诞礼物 他回到地铁站的时候却找不到对方 他找了布朗数天 昨天终于成功送出了礼物 法兰克的送袜过程被地铁乘客拍摄下来 上传至互联网获得网民的疯传赞号 纽约市警察局长奥尼尔也在推特上风险了影片 表示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自豪和骄傲